西班牙洪災 超過兩百人死亡 國王夫婦勘災 被民眾丟職爛泥巴 以色列總理的親信 涉嫌泄露敏感情資 破壞人質協議 四個人遭到調查 美國總統大選 當地時間五號投票 搖擺州戰情拉鋸 民調還是五五波 請問全球話 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首先要帶您關心 在康瑞颱風過境之後 桃園復興山區的新興部落 唯一的連外道路中斷 再加上停電 三十幾位居民 如同生活在孤島 另外在新竹的司馬庫斯 有一百五十個人受困 面臨斷糧斷藥的危機 相關單位緊急空投物資 暫時救急 在這滿滿物資 空總直升機完成空投 康瑞颱風襲台造成桃園復興山區受災嚴重 新興部落唯一連外道路中斷 加上停電 三十四位居民猶如生活在孤島 區公所緊急求助 空情總隊先空投物資 道路也在星期天傍晚 暫時搶通 也可運送生活物資 裡面目前還斷電斷水 因路程比較危險 小朋友也都還沒有到學校去就讀 那復興區目前停電的戶數 大概降到差不多是兩百戶 雖然連外道路暫時搶通就怕路基還不穩 近一週內人限制一般車輛進出 只開放以四輪傳動車外出採購生活必需品 台電人員也已進入部落搶修復電 同樣受到颱風大雨影響 還有新竹司馬庫斯 因為多處道路貪方也成了孤島 只能以空投援助物資 其中包括了8.1公斤的藥品 還有麵條米口糧罐頭 這些泡麵以及雞肉豬肉鴨肉等等 以及還有小孩子使用的尿布奶粉等 司馬庫斯約150名居民受困有斷糧斷藥危機 3號第一次起飛空投 因為山區起霧未能執行 隔天再度起飛 共3架次 共1.5噸物資包含8.1公斤的藥品 目前已順利完成運送任務 記者 詹淑雲 張鈞豪 桃園新竹報導 繼續要問您報導 統促黨的一名中央委員跟他的妻子 涉嫌十幾年以來收受對岸 七千四百萬元的資金 透過廣播電臺 抖音 還有其他的社群平臺 為特定的公投議題 還有候選人做宣傳 也就是向臺灣民眾進行認知作戰 嘉義地檢署癥結之後 依據反滲透法將兩人起訴 不過這一名張姓被告罵冤 表示他發表的言論都是基於理念 而不是因為收了什麼好處 與統促黨總裁張安樂多次同框讓向 黨內的莊姓中央委員身兼黨發言人 主持的廣播節目長談統戰言論 現在被控訴收錢辦事 各大社群平臺頻繁更新影片 尤其兩岸議題講得正正有詞 檢方發現他與紅信七子二人 涉嫌用廣播和社群 詆毀香港社運人士 更頻繁宣揚解放軍軍威 勸響我國軍兩岸戰時放棄抵抗 原來幕後有黑手就是中共國台辦 經援七千四百萬要求照稿念 大稿認知作戰 在其所主持之 臺灣向前走廣播電台節目 以及網路平台介入我國選舉 罷免及公投等政治議題 影響我國民主法治之正常發展 嚴重威脅國家安全 夫妻都被起訴 涉犯反滲透法以外 也涉及中共界選 從四大公投立委罷免案 今年初總統大選 都受對岸指示 從中參一角 試圖影響輿論走向 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罪嫌 七千幾萬 你怎麼不要整期說七億多 你七千幾萬是怎麼來的 我所說的言論 跟統治黨一向的主張都一樣 面對檢方起訴 涉案幹部喊約 表示自己言論都與統促黨理念相同 跟是否拿好處完全沒關係 但中共滲透手法多 不只會散佈假訊息 找臺商做媒介 這次就連政黨都被控淪為一大管道 對岸條政黨下手 學者分析鎖定在政治便利性 透過國內政黨宣傳 間接影響民意 中共多管旗下入侵 國人需提高戒心 有關單位防範也得跟上腳步 美國總統大選在當地時間五號就要投票 目前進入倒數計時階段 兩個人仍舊是勢均力敵 根據民調數字 美國選民對兩組候選人的好感度都偏低 但是提前投票的投票率卻是超高 顯示民眾對這一次大選的熱衷 至於誰的支持度比較高呢 因為各家民調互有領先 並沒有明顯的一面倒 只能夠說勝負五五波 還有很多選民表示 自己到現在都還沒有決定要投給誰 在選前最後的週末 兩黨都鎖定搖擺州全力衝刺 其中川普來到重中之重的賓州 催促民眾五號一定要出門投票 而民主黨的賀錦麗 除了傳統的造勢活動之外 他還跑到了喜劇節目 週六夜現場客串 跟模仿他的演員合體 空戰陸戰都不放過 美國總統大選最後倒數 兩黨候選人都來到搖擺州 進行最後衝刺 民主黨的賀錦麗 選前最後一個週末 分別前往喬治亞州 北卡羅萊納州和密西根州造勢 希望能翻轉在搖擺州 些微落後的劣勢 根據最新民調顯示 賀錦麗在全國民調領先川普三個 百分點 搖擺州方面賀錦麗在內華達州領先三個 百分點 威斯康辛州兩個百分點 喬治亞州一個百分點 兩人在賓州密西根州打拼 共和黨的川普只有在亞利桑那州領先四個百分點 不過全都在誤差範圍內 川普週末先後來到維吉尼亞州 北卡和賓州造勢 由於美國大選 採選舉人票制度 期待搖擺州成為左右大選結果的關鍵角色 不過有搖擺州選民表示 至今還沒決定投票給誰 因為不知道這張選票是否真的重要 他強調確定的是絕對不會投給川普 但有阿拉伯裔選民指出 對政府處理以他衝突的態度失望 拒絕投票給賀錦麗 甚至有穆斯林轉而支持川普 關鍵搖擺州之一的密西根州 擁有全美最多的阿拉伯裔人口 上屆投票約七成阿拉伯選票支持拜登 但民調顯示約四成穆斯林支持綠黨候選人 川普獲得百分之十八支持率 賀錦麗則以百分之十二落後 也讓大選結果難以預料 公視新聞政委人編譯 不只美國 全球其他國家也都在密切觀察 美國總統大選的選情動態 因為每選結果將會牽動 各國的戰略布局 包括英國的印太策略 而公視國際記者洪亞方 針對未來可能的發展 採訪了英國智庫 以下就是他來自倫敦的報導 在美國總統選情政交昨時 英國新任外交大臣拉米訪問中國 這也是過去六年來 第二次有英國外交大臣訪中 工黨政府試圖以務實精神 恢復與中國的往來 讓外界質疑 英國工黨是否正在修正 保守黨的抗中路線 影響英國印太政策的 還有一個最大變數 就是如果威脅減少對北約和烏克蘭承諾的川普 在下個月成為美國總統 英國國防部七月就宣布 展開戰略防衛檢討 預期在明年初發布 目前以歐洲安全 與北約優先為中心 對印太的琢磨有限 但政策確認中促使政府提高軍備 應對局勢變化的聲音也越發響亮 學者指出中國正在第一島鏈改變軍事平衡 甚至可能會在軍事上佔據主導地位 所以美國不管誰當選都勢必會要求盟友分擔更多的責任 也包括台灣 台灣 needs to do more frankly you know it needs to increase its defense spending the Americans and particularly a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expect that You're willing to 10% Yes, whether it's 10% or whether it's 4 or 5% I suspect whatever if something can be delivered that'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what's currently being delivered then the future American administration would look on that favourably as well as a commitment to increase 未来英国预期还会维持两艘领埃逐罗舰在印太的活动 2025年也计划会再度部署航母战斗群回到印太区域 在AUKUS的协议下 英国核舰艇也预期在2027年在澳洲西部部署到印太 共同维护该区的和平稳定 公事国际记者亚方在英国伦敦的采访报道 再来看地理位置 紧邻乌克兰的东欧国家摩尔多瓦 星期天举办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投票 结果是峰回路转 立场亲欧盟的现任女总统桑杜 本来票数落后给立场亲恶的对手 但是在加入海外侨民的选票之后逆转获胜 但是摩尔多瓦社会的高度分裂 仍然是一大隐忧 根据摩尔多瓦宣委会四号完成 百分之九十八选票计票的结果 代表行动和团结党参选连任的现任总统桑杜 拿下超过百分之五十四的选票 击败亲俄政党的对手 在第二轮决选中赢得第二个总统任期 现年52岁的桑杜立场亲西方跟欧盟三号的第二轮投票中 在国内仅拿下百分之四十八点八的选票 实际上输给立场亲俄政党 社会主义者党候选人斯托亚诺格洛的百分之五十一点二 但桑杜获得超过八成的海外侨民支持 才对于逆转举的连任 据于现年五十七岁的斯托亚诺格洛 原本是该国的检察总长 因身陷多起贪腐官司 去年遭桑杜革职 在选战中一直被桑杜称为俄国代言人 三号投票当天 斯托亚诺格洛再次强调 自己跟俄国戒选无关 莫尔多瓦人口约两百六十万 原本是前苏联加盟国 一九九一年宣布独立 地理位置紧邻乌克兰 乌俄战争爆发后 桑杜就申请加入欧盟 入盟谈判已在今年六月正式展开 十月二十号的首人总统投票 跟公投中只有百分之五十点三五的选民 支持加入欧盟 尽管摩尔多瓦首都居民 几乎都赞成加入欧盟 但农村地区却支持 跟俄国维持良好关系 社会很明显的分裂 也成为这个东欧国家 难解的引诱 公主新闻 最后请编译 以色列总理纳塔雅胡的亲信幕僚 等四名官员涉嫌非法获取 并且泄露敏感情资 严重破坏人质协议 相关人员目前遭到调查 而总理本人是否知情 甚至有参与 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四名遭到调查的官员 包括一名纳塔雅胡总理 亲信的幕僚 不过纳塔雅胡否认 总理办公室人员 有任何不法行为 事情的起因是德国图片报 九月六号独家报道指出 根据以色列政府内部机密资料 以方掌握了哈马斯有关停火 以及释放人质的谈判策略 由于这项谈判最终宣告失败 而图片报初刊的前几天 传出六名以色列人质 遭哈马斯处决 尽管媒体报道内容 大致符合以色列方面的说法 认为是哈马斯从中作梗 导致谈判失败 但仍在等待消息的人质家属 把矛头指向纳塔雅胡 认为是政府官员故意泄密 然而政府又以试涉机密为由 禁止公开讨论相关案情 让家属十分不满 我们支持 我们今天提供的预备 就在疑似官员泄密事件 有待釐清的同时 以色列北边战线 也传出逮捕间谍的疑案 伊朗男子阿里苏莱曼 在叙利亚南部边界遭到逮捕 乙军在一次越界进入叙利亚的突袭当中 抓到阿里苏莱曼 并指控他搜集边界乙军动态 行机可疑 因此将他逮捕 公事新闻 许家人编译 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 传出15岁少年 疑似被家暴致死的案件 涉嫌施暴的继父 已经被检方起诉 而当地民众对少年的遭遇 感到不舍 星期天走上街头 为他哀悼起伏 圈圈百亿的民众 手持少年遗诏与鲜花 走上法国南部小镇阿莱尼亚街头 为疑似遭到家暴丧命的 艾米利欧举行哀悼会 亲朋好友对于他突然离世 都感到很不舍 十五岁的艾米利欧是在上个月二十四号深夜被发现全市家中 身上有多处遭严重殴打的伤势 他的母亲和继父随即遭到逮捕 警方是在接获报案 得知这名继父曾向朋友坦诚 自己打死了继子 才让这起涉及家暴的案件曝光 这名继父在被逮捕时 企图服药轻生 目前仍在住院治疗中 但检方表示 依旧施暴与滥用药物对他展开调查 这起案件让这处只有三千七百人的小镇 为之震惊 有关少年的确切死因 仍有待司法单位进一步理清 公司新闻曾惠民编译 把焦点转回亚洲 巴基斯坦的第二大城拉荷尔 星期天再度登上全球空污 最严重的城市榜首 当局立刻下令全市的小学 停课一周 上班族也留在家里工作 而同一天在英国 有一万五千人 在伦敦市中心游行 要求政府立刻采取行动 清理英国的河川跟大海 这支板球队在雾茫茫中练球 热爱板球的巴基斯坦人 在脏空气中 看球员头打跟奔跑 这块告示写着 绿色之环绿色封锁 我的庞遮浦没有脏空气 这显然是拉荷尔市民 最大的希望 但三号当天 拉荷尔第二度登上 全球空气污染的榜首 其所在地庞遮浦省 官员奥朗则不说 这种脏空气有毒 对儿童伤害非常大 学校应该抢制学生戴口罩 根据全球空气品质指数 拉荷尔二号的数值 一千零四十二 三号一千九 达到史上最糟 远远高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 危险基准值三百 当局已执行包括要求 百分之五十的上班族 在家工作等措施 巴基斯坦环境官员表示 有毒脏空气的源头 来自印度焚烧稻草飘过来 必须透过外交管道 跟印度谈判 三号在英国伦敦市中心 约一点五万民众上街 要求政府采取行动 清理英国的河川与大海 知名歌手演员均加入 绿色和平野生动物信托基金会 英国华船协会等也支持 一位美食作家表示 自从水公司私有化之后 英国的河川湖泊和海洋 有越来越多污水排入 实在太过分 示威群众要求政府 对水资源监管机构 及环境署进行检讨 并对违反现有污染规定的 水公司加强执法 英国水务协会 Water UK承认 目前水务系统不太行 相关运作太复杂太慢 不能再拖延重要基础设施的 升级与优化 公式新闻黄远林编译 现在我们就请批帅 从刚才的新闻出个题目 好的 今天我要请问观众朋友 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拉荷尔 是位在哪一个南亚国家 一 孟加拉 二 印度 三 巴基斯坦 想想看答案是哪一个呢 而在台湾 因为台风而延期的空军天龙操演 今天终于正式登场 另一方面 国军向美国采购 二十九套海马式 多管火箭系统 传出第一批 已经在上个月送到台湾 陆军正在实施 接装训练 未来渴望强化台湾的不对称战力 欢向两千战机起飞 场面震撼 空军天龙操演 英康瑞台风延期 四号正式登场 陆续进行空对空 空对海 空对地等战机竞赛 验收年度成果 其中防空科目 非常考验飞官 缠斗高压反应 空军展现战力 传出陆军也有新装备报道 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威力强大 发射场面震撼 我陆军对美采购 二十九套海马式 传出首批 已在十月运抵台湾 正由陆军五八炮纸部 实施接装训练中 海马式如果搭配陆军战术飞弹 有射程达三百公里远的优势 使用导引火箭 则可骑射六枚 短时间内火力密度大 而且机动性高 是强化我不对称战力的利器 将幸运币 相入船型纪念碑 由海军跟中信造船签约建造的轻型巡防舰 其中防空型原型舰四号举行安隆典礼 总统赖清德特地南下出席 中科院原制的防空飞弹 反舰飞弹 并且整合先进的征收火炮 以及战斗管理系统 会以更高的机动性 肩负起海上巡异的责任 防空型原型舰作为海军第一艘的国造二级作战舰艇 将装设防空及反舰飞弹等武器 巡防舰龙骨已经成型 两艘两千五百吨的轻型巡防舰原型舰 其中防空型进度超前 反舰型今年一月也已开工 两艘都预计能在二零二六年十月前交舰 海军在编列预算采购十艘后续舰 让国舰国造及国防自主迈向新的里程碑 记者综合报导 康瑞台风前脚刚走 又有一个第二十二号台风 叫做银杏 目前在台湾东南方虎视眈眈 未来的七十二小时它可能有两种路径 如果往西进入南海 对台湾的影响就不太大 但是如果转向偏北 就不排除会靠近台湾 气象署表示 星期三将是关键的时间点 预估在周三前是稳定 朝西北方向移动 随后呢是穿过巴士海下 进入到南海的几率最高 那这个路径仍然是有变化的空间 而且会影响周五至周末的台湾附近的天气 三天到五天这段时间是在安行场里面 如果会往东北走的话 就是进入了西风带 不见得会靠近台湾说 多靠近 它可能会完全闪掉 已经不像其他的季节了 这个转弯都是很大的转弯 靠近的过程啊 转弯之前会减慢 比较多的电脑模拟是往西进 气象署初步判断 银杏台风在周五到周日最靠近台湾 不排除跟东北季风产生共办效应 到时候在银封面的桃源以北 还有东部地区 不但气温下降 还会有明显的雨势 另外有气象专家指出 跟在银杏后面 星期六在关岛附近 还有一个热带新低气压 可能会发展成为第23号台风 叫做捷梗 虽然变数很大 但是不排除11月会有双台发生的几率 再来看西班牙上个星期的毁灭性洪灾 已经造成了两百多人死亡 王室成员还有总理前往瓦伦西亚 勘灾的时候 愤怒的民众向他们丢职烂泥巴 包括了国王跟王后的脸跟衣服 都被弄脏 场面既尴尬又混乱 更糟糕的是 接下来当地可能又新一波好雨 对于持续当中的救灾行动 真是雪上加爽 国王菲利培六世进入瓦伦西亚自治区 派波尔塔镇 身处洪水重灾区的居民 以赃字问候 并朝国王及王后丢职烂泥巴 要恨他们的所有 因为政治家没有动作 对于国家的改变 现在我们正在赔的影响 我觉得媒体会增长 而且效果也增长 我们必须担忍 很多人的怒绝 因为我们的怒绝 菲利培六世的脸上沾了泥巴 他跟王后雷蒂西亚的衣服也脏了 两人在泥泥中 跟多位受灾户近距离交谈 试图安抚愤怒的群众 总理桑杰士和瓦伦西亚自治区主席马松 陪国王视察 但群众的愤怒越来越大 基于为安考量而被先行带领 国王离开后 派波尔塔镇的居民高声大吼 桑杰士人呢 他们主要是弃桑杰士和马松 认为政府对如此重大的天灾 缺乏足够的预警 后续救援也没有强力作为 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 有人向桑杰士丢东西 他的坐车离去时还被丢石头 桑杰士二号下令 部署一万名士兵进入灾区 他也承认应对这样的灾情 确实做得不够 这场大洪灾始于二十九号 当时强降雨引发土石流 桥梁断裂 城镇街道泥水冲刷 混浊污泥冲进灾民家中 许多社区成了孤岛 没水没电没网路 然而救灾行动持续之际 国家气象局又针对 瓦伦西亚南部部分地区 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戒 不过预测这次的强烈暴风雨 将不会像上一波一样剧烈 预计降雨量为九十毫米 公式新闻黄美玲别译 同样也是跟环境议题有关 目前全球有超过四万六千多个物种 面临灭绝威胁 为了避免它们真的像恐龙一样 在地球上消失 有部分动物园开始采用冷冻DNA的做法 必要的时候透过人工让它们复活 根据国际鸟蒙的统计 全球十八种企鹅中 有一半属于异围或冰围物种 野生老虎的数量也不断减少 一百年前有十万只如今只剩下四千五百只 总计目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并临灭绝名单的物种超过四万六千三百种 如何保育这些岌岌可危的动物 冷冻DNA成了最后一道防线 伦敦动物园位于英格兰 史罗普郡这处低温储存槽 便以设施零下八十度的极低温环境 储存了动物组织细胞以及DNA等上千个样本 希望日后能帮助物种延续生命 报导指出 虽然目前冷冻DNA的技术并不完整 但它至少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将可使病危动物避免跟恐龙一样 走向灭绝意图 而在此之前保护野生动物的棲堤 禁止过渡猎捕等措施将同等重要 公事新闻在会名编译 现在我们赶快来揭晓新闻猜猜看的答案 把镜头交给批帅 谢谢明明主播 拉赫尔是南亚国家巴基斯坦的第二大城市 拥有许多历史性的地标 但空气污染严重 答案是三 你答对了吗 好的 谢谢批帅的说明 而以上就是今天的公事新闻全球化 我是黄明明显影的收看 我们明天晚间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晚间同一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